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在接受鳳凰衛視專訪時 用普通話又再發表了一連串的偉論 他提到 說沒有預計過本港政治是這麼複雜 他形容自己不太懂得政治 而是一個負責管治的人 只是這句話已經夠虛偽了 《蘋果日報》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揭發過一份林鄭遞交給大陸的 所謂疫情報告 裡面很清楚說明了 林鄭說想利用這個疫情去扭轉選情 終於現在連選舉都要押後 選舉都沒有了 到底這些是否政治考慮 到底你是搞政治還是搞抗疫 怎麼說自己不懂政治 而且一個行政長官口口聲聲說自己不懂政治 這些就等同於立法會議員 容凱恩說的東西是差不多水準 容凱恩說什麼 他說 立法會是不應該搞那麼多政治的 林鄭就說自己不太懂得政治的 如果在外國 炒了這些人 下台了 做一個行政長官不懂政治 只是反映出你是沒有民意授權 任何一個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行政首長 都不會說出話自己不懂政治 就算你拿過777票 本身都是政治的一部分 這些人是多餘的 好了 他又說到 曾經因為擔心街頭衝突而影響睡眠 尤其是中大和理大的衝突 他還說 當時一直跟警隊高層聯繫 還說警方是不願意傷害年輕人或學生 他形容警隊是以最克制和最容忍的態度 希望以最和平的方法解決 他就聲稱擔心街頭衝突影響睡眠 不知道他是被鬼擇 或是冤魂索命 但是很多香港市民自從去年6月開始 無論是出街看到的畫面也好 或者在家看著電視直播畫面也好 很多人就看到眼火爆 警察的行為就在挑戰市民的良知和道德的底線 很多人不僅是影響睡眠 簡直是睡不著覺 為甚麼? 憤怒到睡不著覺 痛心到睡不著覺 很離譜 你影響甚麼睡眠 40萬一個月 影響睡眠 你別搞了 你辭職 市民看到你這群廢官容官的嘴臉 就真的影響睡眠 浪費了 他還提到警察不願意傷害年輕人或學生 你繼續盲撐香港警察 市民的記憶是很清楚的 去年發生了一連串的事件 你香港警察在街上做了甚麼? 是不是有些年輕人去問你一句半句話 你就打破人家的頭 有沒有發生這些事? 是不是有些年輕人被警察制服了之後 繼續被你亂棍在那裡吐? 有沒有發生這些事? 不要說這些警察怎樣開槍 你當市民傻的嗎? 當市民傻的嗎? 全部都是記憶猶新 歷歷在目 沒有傷害年輕人 浪費了 你只是說這些話 繼續在那裡說 你就在那裡說 是不是? 找完陳天柱警司出來說721 現在又輪到林鄭在那裡說 喂 事實就是事實來的 況且在現在這個時代 甚麼都有畫面為證 不是說你隨便找幾個人出來說一套東西 那些市民就會相信 沒有用的 不要浪費 然後他繼續幫警察去兜 他說 警隊作為一個三萬多人的機關 肯定有個別人士 可能會有違規行為 但是相信 本港的紀律部隊非常優秀 希望每位香港人都要公平對待警隊 林鄭的言下之意 就是說 樹大有枯枝 這下三萬多人都會有害群之馬 不要在那裡來死雞撐飯蓋 自從去年6月開始 你有多少香港警察是沒有依照 所謂的警察通例來做事 只是拿個委任證出來 都已經是不捨得了 是不是? 一會又弄個甚麼編號出來 諸多事實 人家說得明白 你執行職務的時候 就要展示個委任證 你都不展示個委任證 都不知道誰是警察 誰不是 所以後來就發生很多案件 有些人去冒充自己是警察 是不是? 詹嘉伊又說叫你拿些東西出來檢查一下 實質就去搶劫也有發生過 是不是? 就是因為你這些警察不依警察通例做事 把別人的身份證放在直播鏡頭面前 就有 自己的委任證就不拿出來 浪費氣 你當市民懶惰嗎? 真是 在這裡說這些說話 然後他又繼續抵賴 他說未來一兩年要多方面撥亂反正 以往有些公務員參與反政府的行為 現在就不行了 亦都不應該容忍 另外他還說很多人都認為 教育出了問題 怎樣幫助學生認識國家 建立正確國家觀念 都是根本的問題 首先他抵賴公務員 然後又抵賴教育制度 經常說這些 藍絲、建制派經常抵賴 不得民心肯定就是你自己都有責任的事 難道有些人在街上說幾句說話 那些人是猛的 全部人都相信了 什麼都說別人煽動 什麼都說那些教師來煽動學生 那麼容易煽動 你不去煽動一下 你是笨蛋嗎? 你一樣有藍絲、教師 你控制了那麼多媒體機器 你不去煽動一下 你自己也一樣有煽動 撐警集會 有沒有人去 有沒有人去 不給錢有沒有人去 浪費氣 什麼都在抵賴 一會是賴這個 賴那個 最聰明就是賴教育出了問題 總之 永遠就不會反攻自省 有錯就一定是別人的錯 自己就一定沒有錯 那又說鬼嗎 香港在你林鄭月娥的管治下 搞到目前現在的樣子 難道全部都是制度錯了 全部都是學生錯了 全部都是教師錯了 林鄭月娥和那些廢官容官 一點都沒有錯 最好就是這樣 在你的角度 浪費 然後他就說 退回所謂劍橋大學 郭宇森學院名譽 院士名銜 這件事 是因為自己對名譽沒有興趣 當初接受這個名譽 覺得會有利於香港和劍橋大學 以至於國家和劍橋大學的合作 他才會接受 他還說以前推過很多名譽 林鄭月娥和劍橋大學 就是自打嘴巴 首先 如果你對名譽沒有任何興趣 不會沽名釣魚 你首先 第一天就不會接受劍橋大學 劍橋大學 郭宇森學院這個名譽 還是你覺得其他班 受下名譽給你的 大學也好 學院也好 你認為別人不夠班 你認為別人很便宜 你認為別人的知名度不夠高 影衰你 還是怎樣 還是你認為 香港和這些大學或者學院之間 是不需要建立一些什麼關係 所以你推了這些名譽 這些是自打嘴巴 有邏輯矛盾 你只是選擇劍橋的名譽 不要其他大學和學院的名譽 你本身就已經有個選擇性在這裏 好了 林鄭又說到 本港第三波疫情的爆發 是有很大可能跟海員以及機組人員過境有關 但是政府早前容許過境海員無需檢疫 是有需要的 因為香港需要不斷有外來食品 貨品和人員往來 這些又是多餘的說法 首先 那些海員和那些貨物過境有什麼關係 貨物過境就是讓那些貨物到香港 那些海員關什麼事 那些海員搬貨 那些海員走落地做什麼 上岸做什麼 你林鄭是不是有問題 說這些說話 亂鬥 而且你還說和海員有關係 那有沒有問責 實請你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 究竟哪一個拍板說要准許那些海員入境 有沒有人要出來問責 沒有的 說完就算了 那不如不要說了 回家睡覺 叫這些人去浪費時間 然後他最後還說到 他自己被人制裁又怎樣 他就說 在艱難的時候 家人就是毫無保留地支持他 他就說家人對政治沒有興趣 但是對他就有百分之百的信任 認為他做的事都是對的 他還說自己的兒子曾經說過 如果當初硬起心腸不讓他參選特首 他就不需要經過那麼痛苦的階段 他還說最重要是家人明白 要他們做出一些犧牲 他們都是願意的 這個人根本就是極度自私 要家人為你做行政長官而作出犧牲 而不是你為家人作出犧牲 這樣也有 然後還搬自己的兒子出來 做擋箭牌 賣弄溫情 你節省一點 是不是 去年六月的時候 在鏡頭面前流鱷魚淚 今年又來搬弄這些所謂溫情 有沒有人受這套 藍絲也不受呢 當人Lulu嗎 是不是 剛才一班廢官容官 又出來開記者會 又說什麼全民檢測 是呀 全民檢測 不過不是檢測市民有沒有病 而是檢測你特區政府 還有多少剩餘的公信力 你看有多少市民肯去參與 你就知道你特區政府的公信力是怎樣 你說搞兩個星期 就看有多少人去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